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是现代音乐教师及课程简介 我是陈丽琪 这堂课的课程名称就是现代音乐 本课程为两学分的通识课程 授课教师为陈丽琪老师 如果要联络老师 联络的电话是27821862转分机235 或者是可借由email跟老师联系 email如画面所示 老师的研究是在Q202精华楼的二楼 老师研究的专长领域 在音乐以及艺术这两个方面 现代音乐科目宗旨 在日常的生活中音乐无所不在 我们用广义的方式来说 现代音乐所谓的modern music 它的定义可以是在1900年之后 也就是20世纪到今天 所有的音乐都属于这个范围之内 换句话说各个民族各个文化各个地区的音乐 都属于现代音乐的范畴 因此这堂课的学习目标 我们先从课程设计来跟各位同学介绍 课程设计上 从音乐欣赏的态度 音乐的基本元素 现代音乐的乐种 其中包括了流行 爵士 摇滚 嘻哈 最后到音乐剧的介绍跟赏息 希望能够借由一些耳熟能详的范例 带同学进入音乐的本质 培养同学对音乐的基本认识 欣赏的能力 进而能够拓展生活上的视野 从音乐的赏息上 获得心灵上的抚慰跟感动 来体会到人生的真善美 现代音乐课程学习的对象 为大一到大四所有的学生 也适合其他有兴趣的同学自修学习 这堂课 休课之前 学前能力 并无特殊的要求 只要你对音乐具有学习的热忱 或者你期许自己成为喜爱音乐的 都非常欢迎前来休课 都非常欢迎前来休课 现代音乐 这堂远距课程的学习方法 分为课前预习 课程中 以及课后复习三个部分 课前预习的部分 请同学依照课程的规划预习线上课程 在课程中的部分 请同学积极参与各项学习的活动 除了依照进度观看课程 在每个单元学习 在每个单元学习后 进行综合练习 来验证自己的努力 在课后的复习 包含了写作业 做测验 作业跟测验如果有不会 代表其中有观念还没有了解 应该要重新观看这个课程 或者把问题记录下来 在面授的时候求教育老师 现代音乐教学大纲 第一周 学习的主题包括了教师及课程的简介 第一个单元音乐欣赏的态度 学习的活动包括了第一个单元的自我评量测验 以及讨论区包含讨论主题一与二 同时在第一周要到校授课 现代音乐教学大纲第二到三周 学习的主题包含了线上单元二到五单元 这个部分是音乐的基础 里头介绍了音乐的要素 旋律 节奏 和声等等 在学习活动的规划上 第二到第五单元 每个单元都有自我评量的测验 而也要配合讨论区的讨论主题三与四两个问题 并记得要写第一个作业 第三周我们规划为到校授课 现代音乐教学大纲第三到第四周 学习的主题为线上单元第六到八单元 内容是音乐的风格 里面就包括了流行音乐 学习的主题为线上能评论 学习、咳嗽等等 在学习活动上 我们有六到八单元的自我评量测验 讨论区的主题 第五个题目 以及第二份作业 在第三第四周的时候 规划皆为数位线上的授课 现代音乐教学大纲 第五到第九周 学习的主题是线上单元的九到十二单元 里头的内容为音乐剧的源流 其中包括了音乐剧的基本概念 历史演进等等 在学习活动上 有第九到十二单元 每个单元的自我评浪测验 以及讨论区的第六个讨论主题 其中我们规划了第八第九两周 为道校授课 现代音乐教学大纲 第十到十一周 学习的主题为线上单元 十三到十六单元 里头的内容也是音乐剧的源流 继续将基本概念 历史演进 做一个总结收尾 在学习活动上面 包含了第十三到十六单元 每个单元的自我评测验 讨讨区的主题 第七个问题 以及第三份作业 在第十到十一周 规划的是数位线上授课 现代音乐教学大纲 第十二到十三周 学习的主题是十七到二十单元 内容为真善美音乐剧的赏息 学习的活动 包括了十七到二十单元 每个单元的自我评测验 以及讨论区 第八个讨论主题 在第十二到十三周中 规划为数位线上授课 现代音乐教学大纲 第十四周 学习的主题 包括了线上单元 二十一到二十二单元 里头的内容是 窈窕淑女音乐剧的赏息 学习的活动 包含了二十一二十二单元 每个单元的自我评测验 讨论区第九个主题 以及第四份作业 在第十四周 规划的是数位线上授课 现代音乐教学大纲 第十五周 学习的主题 是二十三到二十四线上单元 内容为 西城故事音乐剧的赏息 学习的活动 包含了二十三到二十四单元 每个单元的自我评测验 以及讨论区主题 第十五周 我们规划的是 数位线上授课 现代音乐教学大纲 第十六到十八周 学习的主题 为线上单元 从头到尾 一到二十四单元 课程的总复习 学习的活动 我们规划在十八周 进行期末考 在第十七与十八周 要盗效授课 现代音乐 成绩考评 分为两个部分 非实体的评量 与实体评量 非实体评量部分 分为线上课程 盗课的记录 线上的测验 线上的作业 线上的讨论 以及其他加分的项目 在线上课程的 道课记录上 会参考 同学在学习进度中 你课程部分 进度的百分比 这个占了总成绩的 百分之五 线上测验的部分 则会参考 同学在进度中 测验部分的参与度 这个占了 总成绩的百分之十 线上作业的部分 则会参考 同学在进度中 你作业部分的成绩 这个占了 总成绩的百分之二十 而线上讨论的部分呢 同学至少要参加 十次的线上讨论 整个成绩的平和 将同时考量 发言的内容 这占了总成绩的百分之二十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加分项目 包含了线上 补充教材的心得 你的音乐会的心得 你若担任小组的主长 或是面授课程中的 服务同学 将都会着以加分 在实体评量的部分 包含了教室的道课记录 这占了总成绩百分之五 你的期中考成绩 占了百分之二十 你的期末考成绩 也是百分之二十 而在面授课程中 活动的参与状况 也会是实际状况 着以加分 现代音乐 这堂课未来学习的方向 同学可以往音乐欣赏 这堂课 做相关课程的再休息 或者可以往水音乐文化 音乐与创造力等课程 进行音乐性课程的延伸休息 非常欢迎各位同学 一起进入现代音乐这堂课 感谢观看